可以啊,就是 接下来中心点 那我要怎么画那个圆出来呢? 一样,点一下圆,对不对? 然后我要在这条线的中间的这一点 可是你会发现,它的中间这一点有没有出来? 它只有什么点? 端点 这个 如果说没有出来,那我要可不可以把这个线的终点叫出来 可以啊 物件锁点按右键 有没有看到有个终点? 终点,因为我没点下去,所以它一定不会出来 点下去之后,那我可以怎么样?终点出来,对不对? 终点一定是三角形的 这就是锁点,终点的锁点形,它的形状就这一个 那你把它点下去之后 然后接下来它的半径多少? 它的半径的话非常简单 就是说你画图的时候,你可以不知道尺寸 你只要知道 就是刚好这一条线的什么? 这一条线的这个 端点就可以 你就这个端点怎么样? 点下去 就完成了 你不用告诉它尺寸 不然你还要再计算 它的半径应该是多少? 70 除以 12 你也可以打70除以12 可是这个是比较笨的 比较聪明的,因为 刚好它的 四分点就刚好它这一条线的端点 点下去就会 OK了 然后再来的话呢,我们只要怎么样? 这个圆的 一半 所以我要做什么事呢? 把 下面这一部分 怎么样? 去掉 那当然如果你没用过小画家,应该说 小画家不是有橡皮擦吗? 那其实在 这边也有橡皮擦 类似的功能在这里 各位可以看到 在 工具列上面 其实我们往后基本上 都会在这上面,你可以找一下有个叫做 修剪的 有没有修剪 那如果你修剪很简单,特别是修剪的功能,你要记得 点它一下 马上按空白键 修剪马上按空白键 接下来你就可以把 这个 下面这边有没有 那么